开启动 3 2 3 4 5 2 7 8 2 2 3 4 5 6 永恒毛巾操推广协会带来养生操表演 和道场参加的来宾以及民众一起互动 紧接着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场热情敬舞 象征保安城堡共荣特色公园 能够同时满足老幼需求 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包括新北市农业局副局长陈锡辉 立委林德福 新北市副议长陈鸿源 议员连斐凡 卢文聪以及多位里长都到场共襄盛举 陈锡辉表示 全林公园结合了儿童沙坑游戏区 青壮年健身区以及老人体健区 充分展现全林共荣的核心精神 而陈一军区长则说 永恒区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当高 市长以及副议长过去前往北欧考察的时候 就发现当地的游乐体健设施安全度高又有创意 所以特地引进融入设计中 因为学历当中他必须还要加上我们卫生局 我们的指导员 运动指导员要进来 包括我们社会局的不老职工要进来 那为什么因为这些游乐体当中 因为像我们这一区 那他有我们长者的体健区 那也有我们年轻人的健身区 当然有小朋友的沙坑区 所以这个年龄层从我们年长者到我们年小者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全民的特色 全民的特色 对这个部分是市长跟我们副议长他们到北欧去考察的时候 发现说在欧洲地区他们在公园里面的游具 其实都使用上都相当的安全 那他觉得说把他引进到国内来让我们永和地区的长者来使用的时候呢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安心 那其实在永和地区呢 我们老年人的人口已经超过大概20%了 那百色以上的人类也有122位以上 那我们觉得真的永和是一个很宜居的一个城市 那很多老年人选择在永和居住 那也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那我们希望未来永和的各个公园 因为其实除了仁爱公园里以外 我们在各个里里里面都有52处的一个小公园 小公园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体建设施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在你们闲暇的时候可以增加自己的身体健康 林德福表示 仁爱公园是永和区内唯一一座比较具规模的大型公园 更是长者及孩童假日休息的好去处 也感谢议员们全力支持公园的建设 这座公园真的很重要 那这个董事长能用心 能够把它越改越棒越改越好 让每一个阶层的联礼 都能够在这里做运动做活动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三位议员 他们功不可没 连伟范连议员 我们的副议长承包员 包括罗文庄罗议员 通通不一样 掌声谢谢 新北市议员林匪范表示 在公园设计之初 就考量到长者要究竟照顾小朋友 建议设计成长者和小朋友 都能够一同游乐的休憩区域 让全力的盛名朋友们都能多多利用 如果这老人 他是带着他的孙子一起来公园的 你不可能把那些孙子放在别的区域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些区域 让长者跟孩子 都可以在同一个区域里面 一起做运动 也就是说长者在运动的时候 他可以一边看得到 他的孙子在那边情况 然后也可以顾一下他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一个公园 应该是全林各个年龄层 都可以来使用的 这样才符合我们真正公园的需求 永和区公所表示 这几年市府陆续编列改造费用 达3000多万元 添置了30多项设施 从珍爱城堡到保安城堡共荣公园 更有针对中壮年设置的核心 双杠等具有主力的训练设施 满足不同年龄层的使用需求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